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里是文府国小的师生 还有高雄市争取好空气的一个游行活动 那希望呢 透过我们的行动 要求政府能够彻底改善我们东南水泥的污染 还有附近像大社人物工业区的污染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诉求 防我们蓝天 防我们一口好空气 加盐标准政府现在准备要让它开始启动 然后呢 我们也促成了东南水泥能够停工下来 这些都是我们文府国小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努力的结果 那现在呢 我们是要要求再进一步更好的 更好的这个政策能够体现出来 比如说水泥要加盐标准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呢 不能随便让它草率的复工 所以我们小朋友今天走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台湾第一个为了争取自己呼吸一口好空气 站出来的学校 从三年多以前我们就有一个空屋的一个课程计划 那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已经实施了将近三年 我们希望把它做一个很好的一个ending 所以当初老师有提出一个我们就是亲子采切的一个活动 最为我们这三年来课程的一个总结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说 让我们的行动力也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那每年的大概十月份到隔年的三月份 其实就是高雄空气品质最不好的地方 而且是在我们隔壁有东南水泥 那老师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从小教育我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全力而努力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很完整的一套课程 那今天算是这个课程结束了 我们做一个前提 让他们学习如何上街来争取自己的全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公民教育 那我们行前我们前校所有的师生 我们大家都上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出来 我们的目的是在哪里 我想我们的小朋友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想我以一个校长的立场 我还是希望我们回归教育的本质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大家能够把这个空气弄好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 第一个能够 因为隔壁有一个东南水泥 我们希望它不要草率的护工 第二个就是希望 它的这个家园水泥的家园标准 能够成立 因为在花园在宜兰 其实他们都通过水泥业的家园标准 就只有高雄没有 我希望能够比照宜兰或是花园 把水泥包准这个家园标准能够提高 第三个我们当然希望 大家通过政府的努力 我们希望大家让他们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空气 大家来呼吸 这下我们最努力的一个目的目的 所以我呢 就是因为 我们其实学校在这个整个环境里面 东南水离我们也蛮近的啦 那讲坦白 其实它造成的污染不是说只有我们学校 其实整个高雄市 尤其是这个区块 其实都有 但是我觉得 因为长期学生在这个地方上课 我们必须忍受恶臭的情况下 我觉得一直 打那种1999那些都是没有根本去解决 所以学校老师就觉得 应该自己为自己孩子的权益 或者学校的一些 在这边活动的一些社区的居民 一起站出来 就是站出来有行动的话 这样事情才会有改变 不然永远都只是 一个讯息出去 然后后来就没有下落了 我们因为经过了好几年这样的努力 慢慢怎么活动才会这样成型 包括一些工天会 还有一些我们希望整个家园标准的 去能够去推动 都是大家一起不断的努力 才会有这样的活动开始 其实南部的学校 一开始早起是 我们跟港儿这两个学校 觉得整个环境 因为孩子过敏的情况 其实比例很高 那发现其实整个天气 就是也包含就是整个大陆方面 其实也有信息 上次有个影片播放 就是整个环境污染 对孩子的身体的状况的影响 那甚至我们其实上课 有时候常常就因为 恶臭必须把窗户关起来 甚至我们要戴口罩上课 那种种的不变 其实孩子自己本身有意识到 空气的污染 其实是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 那既然这样 其实我们就学校先 针对这个话题去 例如说升空气 有机体的孩子 经历了环境情况 不适合户外运动的时候 我们就戴口罩 先保护好自己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跟政府那边反映说 这样的情况 我们希望 通过什么样的管道 去来解决 那所以慢慢的希望 通过修法的部分 那甚至另外一方面 就是结合师生的力量 在学校也有些行动剧 甚至有一些 课程 環保疫学课程 我们告诉孩子 这样的尝试 怎么去保护自己 那怎么样去避免 空气再度的污染 这些都是 不是我们需要 而是全高 甚至整个台湾 都必须去面对的问题 而且去解决的问题 他的烟囱 如果在碰到故障的时候 会大量的喷发粉尘 他没有办法控制 因为他的设备老旧了 所以我们这次才会建议 他应该在停工的时候 将他的机器做彻底的开换 但是他并没有 那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义味的问题 所以有粉尘跟义味的问题 那我们闻到义味 通常请小孩子 把门窗关起来 可是那个不是解决的办法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东南它可以彻底的改善 那这样能够让我们文府国小 在那个地区 享有干净清新的空气 我们今天这个游行 一定要举行 是因为两年半以来 我们已经跟东南 有无数次的沟通 那我们从两年半之前 成情 后来锁定东南 是这个社区的污染源 那我们也尽力的 让东南知道 我们所遭遇到他们的污染 但是因为他们的改善不大 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试车 他们仍然有13次的护照 所以我们对于他们的复工 实在是没有信心 因此我们才有这一次的游行 来表达我们居民的想法 首先我要非常地感谢东南水泥 感谢高雄市环保局 因为我们长期受到污染 可是通通他们都说正常 我们非常生气 我们希望用科学的证据 告诉大家 我们很难受 我们动用了全校的师生 收集了高雄市各区的雨水 发现 不只我们左营区污染 古山区也是 于是我们想要藉由这样的科学数据 告诉大家 我们是理性的 各位看一下这样的图 远远的看 蓝色的是东南水泥 有在运转的雨水图 红色的是东南水泥 停工时候的酸碱值 本来应该是酸性的雨水 经过东南水泥粉尘的喷发 我们这里的雨水居然是碱性的 碱性雨水你要吗 不要 酸性雨水我们不要 我们更不要加料的雨水 我们游行就像是车子很旧了 已经到处零件都故障了 排放了黑烟 可是车主通通不管继续开上车 我们得要忍受这样的黑烟 可是车主关在车子里面 完全闻不到外面的味道 你觉得这样对吗 不对 不对 所以我们要为好空气而走 大家知道 就在2016年的6月 宜兰他们的水泥液占颜标准 已经公告实施了 因为他们在2014年 就由宜兰县政府环保局主动提出 他们的宜兰县的水泥液污染太严重 所以他们希望修订十几年没有修订的 水泥液污染物的一个排放标准 由他们县府的环保局自己提出 两年之后在今年的6月 终于加盐标准通过施行 而我们高雄呢 竟然要由我们人民催生了一年 到现在才要送出市政府 拖这么久的时间代表什么 代表政府到底这个治理 有没有决心的问题 那大家知道吗 宜兰跟我们高雄的空气品质差距有多大 各位朋友 大家现在很担心PM2.5的污染 大家知道宜兰 他们去年PM2.5细旋浮衍率的年均值是多少吗 44.1 我们高雄去年一整年PM2.5 西旋浮衍率的平均浓度是27.9 高雄的西旋浮衍率的平均浓度是宜兰的两倍这么多 两倍这么多 我们竟然没有办法比他们更早开始实施这个水泥业加盐标准 就在今年的5月4号我们在环保局开了一场公厅会 这场公厅会文府国小的老师学生社区的居民地球公民基金会 都到这场水泥业加盐标准的公厅会 5月4号开完一直到现在七个月了 到我们开记者会的时候已经七个月了 竟然这样一个加盐标准还没有送出市政府 我说的不是市政会议通过而已 是你要出市政府上到环保署 才是做了你的第一步 我们笑一下说 这个从一开始催生 水泥业加盐标准到现在 将近一年的时间都可以生一个小孩了 要几个条文要省这么久竟然省不过 竟然要拖这么久 所以我们大声的批评高雄市政府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 如果不是没有决心 就是效率失能 空气污染真的很严重 最近的高雄市的国小都在举办运动会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在运动的时间 呼吸进去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有毒的空气 都是致命的空气 我们中南部的民众高雄跟平等 平均寿命是台北的减少了一岁多 所以我们每天呼吸这个有毒的空气 其实对我们的孩子非常非常的不利 身为一个妈妈 知道这个讯息是非常非常痛心的 所以我们呼吁高雄市民的朋友站出来 站出来跟我们一起争取高雄的空气 大家不要忘记了 空气是会流动的 空气不会只锁在东南水泥文普国小这一区 像我住在美术馆 我只要冬天东北季风开始吹 东南水泥的废气就会飘到美术馆来 我是一个妈妈 我孟母三千从凤山搬到河堤 然后又从河堤搬到美术馆 美术馆已经是号称高雄空气最好的地方 可是只要冬天 因为东南水泥有运转的时候 他的大二星的废气还是会飘到美术馆去来 所以我们在高雄生命共同体 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东南水泥一旦复工 全高雄的市区都会变成空屋的灾区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站出来 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游行